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忍辱功德 消业障 上 修心就是一个忍辱的过程 修心的人必须学会忍辱 中国有句古话是 小不忍则乱大谋 你对单位的老板 社会上的人 包括对警察的盘问 如果不耐心回答 就会闯祸 所以一定要耐心 社会上到处都要学会忍耐 不忍耐就会出事 忍耐是一个人的修养 也是现代社会一个人生存的必然条件 家庭不能忍耐 家庭就会分裂 对孩子不忍耐 孩子就离开你 在单位不能忍耐 老板就会给你麻烦 修心就是一个忍耐的过程 学会忍耐 学会忍辱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谁不能忍耐 谁就闯祸 所以做人就是这样 谁都要学会忍耐 少讲话就是忍耐 不讲话不会憋死 一讲话就会闯祸 祸从口出 病从口入 学佛人的精进中就包括忍辱 很多事情不要找理由 不要讲话 事情就过去了 很多人犯了罪 越解释越糟糕 最后罪名一条条加上去 就是因为不能忍耐 生存是需要勇气的 勇气就是坚持自己的六波罗蜜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很多人没有勇气就生存不下去 学佛先把忍辱修 凡事莫去 找理由 聪明返辈 聪明悟 就业未消 心业入